大家好,这一棵呢就是我用来留种的一棵冰菜了,我之前呢有跟大家介绍过它哦,现在呢它已经陆陆续续的开始开花了,花呢是白色的,花瓣细细长长,很是小清新,它旁边的这个红球啊就是它还没有开花的花苞。 叶片呢,现在已经基本上全部掉光了,就剩下花了,花呢还会陆陆续续的继续开放,那现在呢我就坐等收获它的种子了。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等待啊,现在啊总算是果实累累了,看,都结满了果子。 还有这儿,还有这个啊,这个呢它已经爆开来了,里头呢能清楚的看到它的种子,但是呢因为现在啊天气比较的湿,啊所以它是湿湿的。 现在呢,把它们全部收获了下来,非常感谢你,完成了你的使命。 因为呢,因为呢之前收获的时候啊,种子是湿湿的,所以呢我花了几天的时间啊,让它们完全干燥。 现在呢,现在呢我们就把它打开,看看里面的种子到底长什么样。 看,看,它的种子啊,非常非常的细小。 嗯,好小。 那明年呢,那明年呢,我就会用这些种子尝试来从种子开始种植这个冰菜,希望我能成功哦。 好啦,谢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。